続いて文法勉強しましょう 行一行二就是行一行二都可以 没有说明肯定和否定 那就是肯定明白了吧 然后这个形容词注意 没有说行一和行二就是都可以 没有特别强调是肯定还是否定 就是肯定 好那么我们来看名词一 名词二优理 这个优理呢它是用来表示比较对象的 优理呢是用来表示比较对象 那么谁跟它比 然后呢这个看一下名词一呢 后面加的哇呢 当然名词一就是主语了 然后名词一跟谁比呢 跟名词二比 那名词二就是名词一所比的对比较的对象 所以呢比较对象呢 就接在什么这个优理的前面 换句话说优理前面所接的名词呢 就是什么作为这个句子当中 它比较的一个对象啊 所以呢这个名词一哇 名词二优理形容词呢 指的是名词一比名词二 更具有形容词的性质 那么我们就相当于中文当中所表达的什么什么比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 明白了吧啊 因为后面是形容词 所以就说名词一比名词二具有形容词的性质 从后往前顺着说就可以了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比如说 中国は日本より広いです 那么这个呢很简单 你看哇より然后形容词对不对 好那中国是主语 中国怎么了呢 広いです 位语看到没有 那主位连接起来就是说中国大 中国大那要看跟哪里比呢 那就是日本より 是不是说跟日本相比 看到没有 那么日本就是他的比较对象 那么这个时候日本后面要加一个より来表示比较对象 那明白吧 所以呢 中国は日本より広いです 中国比日本大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说 東京は京都よりにぎやかです 東京は京都よりにぎやかです 好那么这个句型呢是什么什么哇 什么什么より 然后后面呢再加形容词 那这个呢是にぎやか是型2 所以这句话意思大家看懂了没 对东京比京都热闹繁华 对吧 にぎやかです 好那么再比如说 ひこきは新幹線より早いです ひこきは新幹線より早いです 意思是飞机比新幹線快是吧 好那如果我变成疑问句 比如说飞机比新幹線快吗 对那你就后面加一个か ひこきは新幹線より早いですか 好下面说 もりさんは吉田さんより元気です 好元気这个词咱们之前学过元气 是不是啊 就是说很有精神 是不是很有活力 所以的话呢 这句话解释为 身比吉田有活力 有精神 对好的啊 好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说 これはそれより高いですか これはそれより高いですか 对这个比那个高い 贵吗 或者高吗 是不是都可以 咱们看具体的情况啊 因为他看这个词大家都知道 他是不是有一个高度高 还有一个价格贵的意思 对不对 好下面 今日は昨日より暑いですね 今日は昨日より暑いですね 今天比昨天 对热啊 这是天气 今天比昨天热呀 和より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比较句的一种用法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比较句的另外一种表达是 名词一 より 名词二 の ほうが 再加形容词 好 那么刚才呢 我们说了 より呢 它是用来表示比较对象 跟谁比 谁 就后面加上一个より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说 与名词一比 对不对 然后名词二 の 后面加了一个ほう ほう的话呢 其实它写作方 就指的是方 方向 方面的意思 然后那么它本身呢 就是一个名词 所以跟前面这个名词连接的时候呢 要加no 这个助词 名词 二 的 这一方面 然后呢 这个部分 整个当做一个名词的形式来对待 所以呢 后面接形容词 这儿用助词が来连接 看到了吧 好 我再解释一遍啊 然后大家注意听着 ほう呢 本身就是一个名词 所以呢 它和前面名词连接的时候 中间用no来连接 名词二的这一方面 那么名词二的这一方面 这个整个呢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名词啊 当做一个名词 然后那么形容词放后面 名词放前面 中间是不像助词が来连接 大家还记得不 好 所以的话呢 就是名词一 有理名词二のほうが形容词 就是说 与名词一相比呢 还是名词二的这一方面 更具有形容词性质 那么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一部分啊 如果说你要是听懂了呢 那就更好理解了 如果说不是很明白的话呢 那就把这个固定的句型呢 记下来啊 然后所以呢 说名词与名词一相比 还是名词二更具有该形容词的性质 与什么什么相比 还是什么什么 更加的怎么怎么样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呢 说 日本より中国のほうが広いです 日本より与日本相比 中国のほうが 还是中国的这一方面呢 広いです 更大 好 所以呢 就解释为 与日本相比还是中国更大 下面 京都より東京のほうがにぎやかです 与京都相比 对 有理在这 与京都相比 还是东京更加的 对 热闹一些 更加的繁华一些 好 下面 新幹線より 飛行機のほうが早いです 好 什么意思 与新幹線相比 还是飞机更快一些 对 下面 吉田さんより森さんのほうが元気です 对 与吉田相比呢 还是森さん更加的有元气 是不是 好 所以的话呢 其实同一个句子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 这个比较句型来表达 就是同一个意思 但是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 好 那么再比如说 バナナよりリンゴのほうが高いです バナナよりリンゴのほうが高いです 就是比起香蕉呢 苹果更加的贵 是不是 好 下面说 昨日より今日のほうが暑いですね 与昨天相比的话呢 还是今天更热 看到了没有 所以的话呢 进入固定句型 什么什么より 什么什么のほうが 怎么怎么样 好 然后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应该是より 是吧 名词一より 名词二のほうが 形容词这样的一个固定句型 与什么相比 还是什么更加的 怎么怎么样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句的第三个句型 名词一わ 名词二ほうと 然后形容词呢 后面特别强调了 是否定形式 看到了吧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比较句型当中的形容词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的话 那么它就是肯定形式 如果需要否定的话 我们会特别给大家强调 那这句话当中呢 名词一后面接的わ 自然名词一是主语 名词二后面加了一个ほうと 那么ほうと是什么呢 ほうと它是用来表示程度的 ほうと呢 是用来表示程度的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名词一后面呢 形容词否定 把主位连接起来 就是名词一呢 不具备 没有那么的具备 该形容词的性质 名词一不具有该形容词性质 主要是名词一没有达到名词二 那么的具有该形容词性质 所以ほうと呢 指的是程度 也就是说名词一呢 它没有名词二 那么具有形容词性质 那么ほうと呢 指的是没有达到名词二 这个程度 明白了吧 所以ほうと在强调的是程度的意思 就是名词一具有的该形容词性质 不及名词二 好 那么什么什么没有什么什么 那么的怎么怎么样啊 因此的话 你大家记住 名词一は名词二 ほど形容词后面一定是否定形式啊 好 下面我们来练习巩固一下 日本は中国ほど広くないです 日本は中国ほど広くないです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日本呢 没有中国那么的大 是不是 那主位连接起来就是说 日本は広くないです 日本不大 主要是没有达到中国那么大的程度 所以呢 中国后面加了一个ほど 好 再看 京都は東京ほどにぎやかではありません 好 にぎやか呢 是一个二例形容词 那么ほど了 这儿出现ほど了 你后面要加否定 所以にぎやかではありません 京都没有东京那么的 繁华 京都不繁华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没有达到东京那么的繁华 没有达到东京繁华的程度 明白了吧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比如说 新幹線は飛行機ほど早くないです 就是说新幹線呢 没有飞机那么的快 对 好的 说 吉田さんは森さんほど元気ではありません 吉田さん呢 没有もりさん那么的元気 好 所以呢 你看我们举的这些例子啊 就是说会给大家用了相同的词 那么用了相同的词 其实表达的意思的话呢 是一样的 但我们用了不同的表达形式 用了不同的句型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同一个句子 来来回回 我们用不同的这个方法来说 大家可以灵活的来应用啊 灵活的来应用 好 次 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练习 说 バナナはリンゴほど バナナはリンゴほど高くないです 那么这个时候就说 香蕉呢 没有苹果那么的贵 那么主干部分是说 バナナは高くないです 香蕉不贵 没有达到苹果贵的程度 对不对 下面说 昨日は今日ほど暑くないですね 就是说 昨天呢 没有今天这么的热 昨天呢 不热 就是没有达到今天这个热的程度 明白了吧 所以呢 ホト强调的是程度 我们刚才讲的优励 主要强调的是比较对象啊 好的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比较剧的第四个句型啊 说 名词一 の中で 名词二が一番形容词です 然后那么这个结构当中呢 出现了一个 の 然后这个中间加了一个中 这个中呢 在这里是读作 中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有讲过啊 就是说这个中的话呢 是不是咱们目前学过的 有中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对 这样的读音 那么当他作为一个名词 具有实际性意义的名词 单独出现的时候 是读作中啊 训读 所以呢 是名词一の中で 这个で呢 主要是用来限定范围的 在名词一这个范围当中 名词二が一番这个词呢 指的是最 咱们刚才单词上出现了 是不是 副词 最怎么怎么样 在名词一这个范围当中 名词二呢 是最具形容词性质的 那么这个名词一的话呢 指的是一类事物啊 就是说在名词一 这一个范围当中 这一类的范围当中呢 名词二是最具概性容词性质的啊 好 然后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スポーツの中で サッカーが一番面白いです 好 那么这个 サッカー 是不是足球 对吧 足球属于体育运动 所以呢 在体育运动当中 足球是最面白いです 对 有趣啊 足球是最有趣的 何々の中で何々が一番形容词啊 固定的说法 好 那么再比如说 日本料理の中で寿司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 啊 就是说 我觉得呢 在所有的日本料理当中呢 寿司是最好吃的 那么这个寿司是不是属于日本料理 对吧 在这一类数当中 选出一个最具形容词性质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句型啊 好 再比如说 クラスの中で 佐藤さんは一番背が高いです クラスの中で 在番字当中 佐藤さんは 佐藤さんは一番背が高いです 佐藤さんの个子是最高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用了和 那么我们用が也是可以的 用和也行 用が也行 クラスの中で 佐藤さんが一番背が高いです はい 好的 然后那么下面说 料理の中で フランス料理が一番好きです 在所有的什么菜系当中 法国菜呢 是我最喜欢的 法国菜呢 是我最喜欢的 明白了吧 所以呢 在同一类事物当中 选出一个最具形容词性质的 因此我们经常 在这个句子当中 会加上一个 最怎么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副词 一番 好 下面再看 一年で 何月が一番寒いですか 好 这个句子当中的表达 大家会发现 我们这里是不是省略掉了 の中 对吧 那这个呢 就是要告诉大家 在时间或者场所的词后面 这个の中 是可以省略掉的 那其实呢 如果大家把握不好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省 什么时候省不了 那你就全部都不省略 那就不会出错 那如果要省的话 第一是时间的词 第二是场所的词 如果后面加了 の中で 可以把の中省略 所以呢 这个你看说 一年の中で 也可以说 一年で 何月が一番寒いですか 什么意思 对 几月份是最冷的 下面说 世界でどこが一番暑いですか 世界でどこが一番暑いですか 对 在全世界 那么世界是一个场所范围 所以脑中可以省略掉 在世界上 哪里是最热的呢 什么地方是最热的呢 对不对 好 所以的话呢 这是同类事物当中 选一个最具形容词 性质的比较句式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比较句的第五个句型 名词一 と 名词二 と どちらが 白文字 ですか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会发现 我们构成的句子呢 它是一个疑问句 因为那这加了一个 か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疑问词 どちら どちら呢 就是哪一个 是不是 所以呢 名词一 と 名词二 と 就是名词一 和名词二 哪一个最具形容词的性质呢 どちらが形容词ですか 好 那么这是一个疑问句 它一般呢 询问的是 两种事物当中 哪个更具有形容词的性质 既然是疑问句 我们就要回答 回答的时候呢 可以说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学过的那个比较句型 还记得不 所以呢 就是说 与什么相比 还是什么 更加的 怎么怎么样 那你看 比如我问你 我说 飞机和新干线 哪个快呢 你说啊 比起新干线的话 还是飞机更快一些 那你是不是要用这个句型来说呢 对不对 那另外呢 你看我说 飞机和新干线 哪个快呢 你说 嗯 还是飞机更快一些 那你是不是没有说 与新干线相比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no yuli呢 你可以省略掉 你直接回答 nani nani no houga 什么什么 那其实这个就是说 与什么相比较而言呢 还是哪一个更加 因此呢 这个no 什么什么yuli 这一部分可以省略 不说 光说后面的no houga 什么什么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 当我们要说的是 两者都很具有该形容词性质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要说 どちらも 什么什么 明白了吧 比如说你觉得中国菜和日本菜 哪个好吃呢 我说啊 都挺好吃的 那这个时候就要 どちらも 加形容词的表达 啊 好的 然后那么这是我们这个比较句当中呢 询问两种事物 哪个更具形容词性质的这种说法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看一下这个例子 他说 吉田さんと森さんとどちらが背が高いですか 吉田さんと森さんとどちらが背が高いですか 那我们在这个刚才呢解释过回答的时候我们前面的这个什么什么油理可以省略不说 那我就可以直接说 那我就可以直接说森さんの方が背が高いです 那么更口语的说法 那么更口语的说法就说成了 这个方法 好 这种形容语的形容词ですが 构成了一个 嗯 这一つ 一つ 一つ是不是指什么时候 然后呢 那どれ是对哪个 如果你要询问的事物 如果你要询问的事物他就在你的眼前 然后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如果说就在你的眼前能看到或者说见语上下文的时候呢我们是用どれがどの名字が如果是不在啊看不到那这个时候就是何が啊这点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例えば啊比如说果物の中で何が一番好きですか 那么这个地方用的是何が 在所有的水果当中呢 嗯 你最喜欢什么 果物の中で何が一番好きですか 嗯 好 那么再比如说 リンゴとバナナと梨の中で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好 那么比如说三种水果就放在这儿 リンゴ还有バナナ还有梨 你喜欢哪一个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说的是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这个就是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啊 就是应该不难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比较句型的话呢 一共给大家讲了 这个具体的句型是五个 一个呢是名词は名词有利形容词 就是说名词一比名词二怎么怎么样 有利是比较对象 对不对 好 那么第二呢 我们讲了名词一有利 名词二のほうが形容词 与名词一相比呢 还是名词二更具形容词的性质 那么同样有利呢是比较对象 而のほうが呢 就是还是什么什么 这一边这一方更加怎么样 那另外呢 我们还讲了一个啊 就是后面形容词接否定的 这个时候要说名词一は 名词二ほうと 然后形容词否定形式 那大家一定要记着 凡出现ほうと的时候 后面形容词都要说成否定 不论是形一还是形二 这个后都主要强调的是什么 程度 是不是 就是说名词一呢 没有名词二那么的怎么怎么样 没有达到名词二的程度 好 另外呢 我们还讲了一个名词一と名词二とどちらが 形容词ですか 这样的一个疑问句 那么疑问比较句当中呢 如果我们在回答的时候要注意 可以说什么什么より 什么什么のほうが 什么什么 就是用一个这个咱们刚才讲的 よりのほうが的句型去回答 或者呢 如果说两者都具有该形容词性质 就是どちらも 什么什么形容词的用法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讲了一个 在同一类事物当中呢 有一个最具形容词性质的 名词の中で 名字二が一番形容词です 好 然后那么如果是啊 这个我们呃 在大于两个的事物当中 多于两个的事物当中 要选出一个最具形容词性质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加一些疑问词 然后比如说什么 どれ或者说 どの加名词 或者是いつ 或者说何 等等 就用疑问词来问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 比较巨型的话呢 就说到这里 下来之后呢 请大家一定要把 比较巨型的固定结构 要背下来 明白了吧 はい 疲れ様でした